今天的確定的病例 本土的病例有76 死亡的個案有5名 25號新增確診個案 以新北市32例 台北市20例為最多 桃園市也新增10例 指揮中心特別說明 其中有42例散佈在社區當中 34例則在居家檢疫或隔離的匡列範圍 當社區疫情逐漸獲得控制 指揮中心也宣布要加強邊境管控措施 嚴防Delta變異株侵入社區 而上述7個國家以外的入境旅客 也需自費入住防疫旅館 或集中檢疫所14天 不得回到家中居家檢疫 針對雙北地區 批發市場感染連環報 指揮中心加強執行市場 專案的措施 像目前來講有持續的確診個案 我們也擔憂是不是有偽陰性的問題 所以還是要儘速把PCR的檢測 把它完成 到昨天為止 台北北農兩個市場 總共廣篩檢了5022人 其中PCR陽性確認15人 農委會也針對市場果菜的載運司機 跟隨車人員1570人 要求6月28號起 需持檢驗陰性證明 才能進入市場 此外經過圓民會6月發函 給中央兩次 指揮中心定調 疫苗優先接種族群 將文件站造福員跟社工 納入第五類範圍 然後當然我這邊也特別希望 在地方政府裡面 能夠在比較偏遠的衛生所 也能夠設立這相關的接種 或者是外展到文化健康站 本會在6月16日 已經函文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將文件站造福員 納入第五類疫苗施打順序 同時在6月22日 再次發函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將圓珠民族社工園 也納入第五類疫苗施打的對象 那疫情指揮中心 今天也正式宣布 造福員以及圓珠民族社工園 將在7月2日起開始施打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圓珠民族地區的衛生所 也可以設立疫苗接種站 來協助施打疫苗 追中心與圓民會共同呼籲地方政府 落實提升圓祥地區健康照護環境 也提到25日日本宣布 7月將再追增台灣100萬劑AZ疫苗 有助於讓國內疫苗施打對象更廣泛 對日本政府表達誠摯感謝 原始新聞之故徐家榮 台北市採訪報導